家人们贵阳真的太好吃了 加超多料的厕所馒头吃了 铁板脆哨炒饭吃了 六块一份的辣炸羊羽吃了 七块的咕巴瓷巴吃了 哈喽啊各位我到贵阳了 我们到贵阳的第一站 当然是去我种草了很久的明生路振兴街 据说这两条街是属于贵阳的美食天堂 哇朋友们好多好吃的 接下来就是交给我战斗的时间 这个果酱怎么卖啊 十元 你给我来一次吧 它一份里面有很多种口味吗 对 然后我们再来买一个厕所馒头 它真的是在公共厕所旁边的 这个怎么卖啊 我要一个全家福 好嘞 天亮这个土豆怎么卖的 给我来一份这个 然后这是什么呀 这个也来一份吧 它一个炒饭怎么卖啊 炒饭十分 你给我来一份吧 要吃哪一份没点 有哪些啊 有三种口味可以拼的 那我来个三拼吧 好的 这个多少一份呀 这个豆腐 你给我来一份 对的 天亮这个多少一份啊 六块 给我来一份吧 哇 我给你们看一眼 光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 我就买了那么多东西 我感觉 我想一条是 你把这两条街给打卡完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先来吃啥 我看一眼啊 先来吃这个洋芋八 久闻大名的贵州洋芋八 妈呀 这个土豆真的绝了 真的朋友们 贵州真的不会是土豆的故意 他们做土豆真的是太郁绝了 然后来吃这个豆腐原子 我感觉这个豆腐看上去 会有一点像那种臭豆腐的感觉 里面的豆腐好嫩啊 来一个厕所馒头 这个我家的是一个全家福 12块钱的 里面有蔬菜 有蛋 有肠 这个馒头皮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扎实 很有嚼劲的那种口感 这就是传说中不谈恋爱也能吃的恋爱豆腐果 这就是传说中不谈恋爱也能吃的恋爱豆腐果 吃到了特别扎实的一口折二根 这个豆腐里面可嫩了 然后外面的皮还是那种比较有韧性的那种口感 然后我们来吃这个果卷 这个果卷看上去有那么一点点像那种越南的川卷 去那个老板说他这一份里面有五种口味 特别清爽的一个味道 我感觉这个不適合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吃 里面还加了这种黄豆粒 吃起来脆脆的口感 然后再来一个辣洋芋 这个我还加了摩鱼 我这个洋芋真的绝了 外面炸的娇娇的里面还嫩嫩的 而且这个摩鱼也超嫩 真的我愿意为了这一口土豆留在贵州 家人们 这个真的好好吃好好吃 这个好辣 最后来吃这一碗甜蓝炒饭 我点的是一碗三拼的炒饭 但我具体我也不知道是啥拼啥 但是其中有一个肯定是脆少 第一口吃到了非常明显的那个酸菜的味道 它这个米炭炒得非常香 而且是属于那种粒粒分明的那种 好一点这个 免费家的小菜 OK我们下一家走一起 再来吃个网上超火的锅巴瓷巴 选了一个他家的招牌口味 甜鲜口的 我觉得我今天好幸运 就是这个瓷巴这边人不多 就排了十分钟就到了 哇 好脆啊 这个瓷巴 我让你们看不看出来 他在这个瓷巴中间还加了那个糯米的瓷巴 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来尝试一下的 我已经走到明显路了 下一条更新美食云集的明显路 接着关注 玩么哒 家人们贵阳明昇路真的是一个来了就不想回去的地方 真的太多美食了 胃完全不够用啊 不够用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了明昇路 这条街有好多吃的 老板这个饼怎么卖啊 哪里 就是肉饼吗 我拿一个肉饼一个鸡蛋饼 老板有那个瓷巴包豆腐吗 就瓷巴跟鞋的 可以 多少呀 四块 好 这是什么卷呀 你给我拿一个这个卷 这是什么 退烧的烧麦吗 退烧的给我再拿两个吧 然后再来买一个破酥包 给我每个味道都拿一个吧 阿姨这臭豆腐怎么卖 十块钱一份 你给我拿一份吧 叉烧原子粉是什么呢 老板哪里典当啊 在吗 我要一个原子粉吧 在这吃啊 对在这吃 然后再给我一个糯米饭 糯米饭我要加个肉 像老板在给我做的时候 我们赶紧来吃这些 先吃一个臭豆腐 这个臭豆腐真的 我刚才一路上 全是这个臭豆腐的味道 我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臭豆腐 会跟绍兴的会有一点点像 但是它的臭味 跟我们绍兴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里面很嫩 然后外面的皮的话 会有一点厚实 但是这个辣椒面好好吃 这个辣椒面绝了 很香 一点都不辣 然后来吃这个 瓷巴包洋芋 里面是折耳根线的 但是它折耳根的味道 不会说是特别的浓郁 然后来吃一个这个卷 很精巧很有嚼劲 然后它底下裹的就是那种红枣 红枣棉 那这个除了红枣之外 应该还叫了一个咸口的东西 没有吃起来感觉有点甜咸口 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 姐妹们 甜甜的咸咸的 不会像那种椒红枣那么捏 来把我们趁热来吃这个原子粉 我们先来喝一口它的汤 非常的清淡 它这个粉里面加了这个 应该是一个腌肉吧 辣肉 然后加了这个丸子 它这个粉看上去特别像河粉 但是它的口感吃起来 会比河粉更加的筋道 所以我不用多说了吧 听着酥脆的声音 给大家看一看它这个肉饼 酥皮特别的脆 我来买了一杯冰姜 其实就是一个牛奶冰 然后来吃一个碗蒸糕 这个据说也是比较有贵阳特色的一个美食 我都没有吃 我就能感受到它是那种又松软又嚼劲的那种口感 嗯 明天应该是加了红糖 但不会很甜 再来一个鸡蛋饼 它鸡蛋饼中间还加了肉末的 再来一个破酥包 哇 这个好好吃啊 我以为说它这个皮啊会是那种比较有嚼劲的那种 你看看它不是 它是那种比较松软的口感 加了一个白桃花生的 好甜啊 最后来吃这个糯米饭 我底下还加了肉 看得没 嗯 对 嗯 哦 谢谢 谢谢 咱就说咱也是第一次吃糯米饭 也不知道这糯米饭具体是个咋的吃法 我就只是把它稍微略微地搅拌一下 但是我感觉就好有喜悦啊 好了 各位 今天我们来贵阳的第一顿就吃到这咯 这两条鞋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吃的 我视频里面所吃的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大家有机会来贵阳玩的话 一定要来这里逛一逛吃一吃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咯 大家喜欢小男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最后还买了个糖马远 边走边吃太幸福了 但是我们下期见 。